大家好,我是小颖,欢迎您来到我的养生频道。 桑叶不少人听过,但知道它功效的人甚少。 其实它算是中药的一种,具有美容养颜、消肿抗疲疗和防治糖尿病的功效。 桑叶可以改善水肿的现象,尤其是针对虚胖的女生,桑叶减肥效果更好。 那么大家是否知道,桑叶要如何食用才可以起到减肥的功效呢? 今天小编就来给大家分享一款桑叶的饮品,让大家吃出健康,瘦身减肥非常轻松。 首先我们准备肝桑叶食客。 肝桑叶苦寒,可以倾泻肺热、滋阴润造、泡水服用,可以缓解肺热造壳、肝壳少痰等症。 肝桑叶具有凉血止血作用,因此可用来治疗血热吐血。 如果四肢或者是身体痙攣的症状,可以把肝桑叶泡水服用,或者水煮后取脂服用。 肝桑叶同样也具有美容养颜的功效,可用来改善黄鹤斑以及戳疮等皮肤问题。 女性在使用肝桑叶泡茶饮用,或者把肝桑叶煮水后洗脸还会起到一定的去除黄鹤斑的作用。 肝桑叶具有提高肠胃功能的作用,适当饮用肝桑叶水还可以起到润肠通便的功效。 肝桑叶具有止咳去热,消除眼部疲劳,同时还能起到减肥。 喝桑叶茶可以帮助你健康去脂,清除体内顽固的脂肪,轻轻松松瘦下来。 但是,大家在喝桑叶茶时一定要注意不可以过量。 由于桑叶有清血的功能,因此它可以将血液中过剩的中性脂肪和胆固醇排清。 桑叶还具有消肿沥水作用。 桑叶可以促进排尿,使细胞里面堆积的多余水分排出体外。 所以,桑叶可以改善所谓的女性水肿的现象。 尤其针对肥胖的女生,桑叶减肥效果更好。 接下来我们再准备菊花时刻。 菊花对治疗肝阳上抗型的高血压效果非常好。 患有这类高血压的人一般会容易上火,舌头舌趾发红,舌尖发红,有芒刺等等。 这一类就是干热干痒上抗,肝阴不足的症状。 而菊花归肺,肝精,有散风清热,平干的作用。 正好适用于肝炎上抗型高血压的人。 对于其他型的高血压来说,也可以经常泡些菊花茶来喝。 因为菊花也有扩张冠状动脉的作用,十分适合于降血压。 菊花茶叶中富含的丹宁可促进胃肠蠕动,上下通气促进排便正常。 特别对于一些嗜好吃辣饮酒而引起热毒便秘的人,建议多服用菊花茶。 因为菊花能解热毒,同时有通便的功能。 对于外感风热的感冒,喝菊花茶是再适合不过了。 菊花有清热解毒下肝火的功效,可以有效缓解感冒的各种症状。 特别现在天气炎热,无论你是感冒还是没感冒,都可以经常喝些菊花茶。 正所谓肝开窍于木,菊花归肝精,所以菊花对治疗眼疾有很好的疗效。 比如红眼病、眼肿等。 大家除了涂抹眼睛可消除浮肿之外,平常也可以泡一杯菊花茶来喝,能使眼睛疲劳的症状消退。 如果每天喝几杯菊花茶对恢复势力也有帮助。 菊花是一种神经强壮剂,可延缓衰老,增强体力。 经常使用能使人肢体轻松,醒脑提神。 对于从事脑力劳动的人,在疲劳的时候不妨来一杯菊花茶, 让你充满灵感活力,重新投入到工作当中。 接下来我们再准备山楂无课。 山楂中含有的解脂酶,对于脂肪类的食物具有很好的消化作用, 有效地促进身体中胃液的分泌,极大的提高了消化能力, 缓解人体胃胀、消化不良等症状, 特别是对脂类食物效果显著。 因此,饮用山楂泡水可以很好地帮助减肥的。 山楂泡水喝对于身体还能够起到活血化瘀的作用, 特别适合一些属于血瘀型痛经的病人。 很多女性在月经期间容易出现痛经的情况, 例如小腹疼痛或者是月经量不顺畅等等, 饮用山楂水之后能够很好地降低出现痛经的可能。 需要注意的是,孕妇不能饮用山楂水, 影响严重的话可能会流产。 如果拉肚子、腹痛、咽喉不适等症状, 不妨尝试喝一点山楂泡水。 它有着能够有效益菌的成分, 可以帮助频传化痰,化痰消质,抵抗细菌疾病。 山楂还具有很好的利尿作用。 所以说,如果在平时的生活中容易出现便秘情况的患者, 可以适当地多喝一些山楂水。 不过,如果原本身体就是患有各种类型的胃病患者, 例如胃溃痒等等, 建议还是少喝一些山楂水, 避免加重肠胃负担。 把干桑叶、菊花和山楂倒入碗中。 倒入清水清洗干净。 洗好后瀝干水分备用。 现在锅里倒入食材, 倒入适量的清水。 住10分钟左右。 制作视频不易, 您的每一个留言和每一个点赞都是我前进的动力。 如果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对您有帮助, 请动动您发财的小手给我点个赞。 或者在视频底下留言加一,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。 10分钟后关火, 倒入杯子里即可饮用。 桑叶和菊花对于身体发热有缓解的作用, 可以清热去火排毒, 促进身体排泄, 非常适合有高血压、 糖尿病的肥胖者饮用。 每天饭后喝一杯温热的桑叶菊花山楂茶, 坚持一段时间, 不仅体重减轻了, 人也会变得精神许多, 体质也会得以增强哦。 而且在中医学里指出, 桑叶具有抗菌消炎、 轻热解毒之功效, 其富含稀有元素有机锡褶是天然的强康氧化剂, 可以清除体内自由基, 使蓄积在人体内的毒素和废物被氧化, 增加血液中的含氧量, 促进新陈代谢和微循环。 桑叶还可以帮助润肠通便, 改善便秘, 可以有效地缓解体内毒素的狙击。 只要大家每天饮用桑叶菊花山楂茶, 就可以帮助你消除身体浮肿以及肥胖, 缓解手脚麻木, 消水肿, 取除倒汗, 让你整个人精神多了。 最后提醒大家, 这个食料方法只提供给大家作为参考。 好了,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, 感谢您的观看。 我是小影, 我们下期再见。